臺灣市政府消防局101年度 請轉向市民班學長隊員要做報告 本次參與台北約束隊員共22名 報告完兵 演練發生 台南市政府蕭鳳教扮理經緣專任蕭鳳隊員基礎訓練成果驗收 為了要強化消防戰力、提升救災的品質 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財政困難之下 市長以連決定動用經費 讓一般的經專業訓練可以完完完成 三個月的基礎訓練期間 不但經過緊急救護技術員 40個小時的專業訓練 並順利通過考試取得EMT1的資格 也就是我們緊急救護技術員出級的資格 我們相信在不久分發到消防單位之後 一定可以大幅提升整個大台南市到院前緊急救護的品質 GPR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心肺理負輸數 更是緊急救護技術當中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單項級數之一 經專銷技術訓練課程 是一路市非栽無紅、栽海請求 以及緊急救護三大人物 奠定經專銷人員消防專業技術的用性 以及真正體驗各種的栽海認命請求 以及應變的能力 我們可以了解到消防人員出勤時分秒必增 如何快速的著裝或急確實的著裝 這就是我們消防人員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可以看到我們這些緊轉銷的同仁 他們每天都有包含的科目 都有含消防醫學帽的著裝 在最短時間內如何可以穿戴整齊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在這邊也必須跟所有長官及來賓介紹 他們自從7月30日至10月19日 為期三個月扎實且專業的訓練 可以從這邊不難發現到 他們這些純熟的技巧 都已經代表已經可以馬上加入救災的功能 消防醫學帽科目操作完成 在此時可以看到在二樓現在有代救的災民 在此時我們的消防同仁更使用肩負法 以及搖滷式背負法 要將這四名的受困的災民將它搶救出來 同時間也要進行心理安撫的動作 以避免過度的晃動 同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一樓 我們有市民的確保手 以確保我們雙斜梯可以順利的 讓我們的消防人員順利的 將它搶救出來 在此時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市民災民已經順利的 將它搶救出來 架梯及自救科目順利完成 接下來進行的是第四個演練項目 水袋不現即滅火搶救演練 各位長官各位來民請加入我們 光旗教練去掉到我們到前方 在此時可以看到的是我們瓦斯桐 現在已經起火燃燒 一發不可臭辭 我們消防人員已經做好不足水線的動作 並以整齊換衣的腳步 緩慢前進以強大水務防護的方式 要到達火點 要將火勢將它完全撲滅 由於我們可以了解到的是 火焰所產生的輻射熱 有可能會對我們消防人員 產生嚴重的危害 因此我們消防人員 將到達現場的時候 並由我們中間所防護的指揮官 依序的將其瓦斯的制止法 將它完全的關閉 今天的結婚電禮 大市長 並慶祝辦法經專修 22位新陳消防人員結婚證書 以及訓練政三名的獎證 頒發結訓成績前三名獎狀 第一名 許建榮 請出列 第二名 張明德 請出列 第三名 陳世青 請出列 恭請市長頒獎 請出列 洋藍為財是多一頂 國民洋藍的貼客 這次的結婚 就要進入蕭鳳寧玉學部的技術委蕭鳳兄弟 都是堅改千挑萬算出來的優秀人材 剛剛看到大家的這個演練 可以說是非常的熟練 也非常的精彩 我個人感到非常的欣慰 但是我要特別提醒各位 這到底還是基礎訓練而已 未來你們進入消防局 擔任消防的工作 一定要持續的訓練 要持續的精進 務必呢能夠肩負起消防救災的各種工作 這一次的這個警轉銷的錄取 22位都是一時之選 是從來自全國希望由警戒 投入消防的有志志士裡面 臨選出最好的人員 那這部分呢 我非常肯定 用人為才是我的信念 那我也希望我們22位同仁 未來能夠了解 李局長跟我本人還有議會 對大家的期許 月市長進一步表示 消防局這次的訓練 不但自身 增加一倍的生力軍 22位當年 增進你的境界 所有的機靈 未來也是有機會 運用你的消防的領域 而且也會讓在地人 有機會回來後鄉和母親 那這一次的警轉銷的工作 我個人認為有幾項意義 第一項意義當然是消防局 增添了一批勝利軍 而且是來自全國 非常優秀的人才 這個是對消防局未來的救災 指揮的這個工作 一定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第二個呢 是因為過去大家是在警戒服務 本身就具有警察的專業 如果未來進到消防局的領域 擔任消防工作的時候 一定有機會 把過去在警戒所學到的專業 融到你未來的消防工作裡面去 甚至於呢 也可以跟我們現在的消防局的同仁 有良性的互動 這個對整個消防的這個專業的提升 一定有莫大的幫助 我希望你們 因為你們當時 警察是指令單位 我希望這個氣息 要改變 我們消防是救人 救人的工作 所以要他們更優勝 更認知 你們警察是指令單位 要抓壞人 所以呢 現在這個 一個救人 一個抓人 都不像 齁 所以我希望說這種 以前那種氣息 改掉 改成我們小紅 小紅的氣息 稍微想 齁 不然個個分數就不好 好幾分 來 我們有什麼想法 很大的 我們才能夠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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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